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殲20戰鬥機對美軍而言威脅到底有多大 從美國防武巨頭柯林斯航空公司發布的 中美先進戰鬥機未來對抗的模擬視頻中可以了解更多 為了對付殲20 美軍動用人工智能驅動的無人療機 和超級大黃蜂F-15E鷹 F-35戰鬥機組成了龐大的機群 儘管視頻最終以符合美國政治正確的 擊倒中國隱形戰機而結尾 但就連美國國防工業官員都承認 在空戰無人機領域 美國不但明顯落後於中國 而且成本遠遠超過五角大樓承受能力 說得直白一點視頻中展示的未來美國空軍 是否有機會成真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美國著名軍事網站戰區發表文章說 這段視頻展示了美國在自主作戰無人機領域的最新進展 這也符合美國空軍設想 即是由有人駕駛戰鬥機和無人療機組成的未來空戰模式 視頻一開始的時候 美軍無人機就相繼從公路改造的臨時跑道 和航母上起飛 文章說這突顯了無人機從不同地點起飛的潛力 因為無人機對於傳統空軍基地的依賴有限 甚至可以完全獨立運作 這在未來分布式作戰中非常有價值的 軍事專家說美軍強調無人機的這種能力 也是專門為了可能發生的中美大規模衝突而準備的 按照美軍的設想 目前部署在第一島鏈的美軍機場 可能會在衝突爆發的第一時間 被解放軍的遠程火力摧毀 因此參戰的美軍戰鬥機 只能從第二島鏈的偏遠機場和航母上起飛 根據視頻承擔空中指揮任務架包括改裝後架 雙座型超級大黃蜂 以及F-15E英式戰鬥機 後座飛行員成為無人撩機控制員 可以通過平板電腦上的觸摸屏 向無人撩機發出指令 可以一次選擇多架無人機 並且指示他們執行預先提設定了的任務 包括空中防禦和戰鬥巡邏等 視頻顯示這些無人機被命令 首先轉移到任務區域 然後打開感測器 並且掃描附近的空域 從而發現了解放軍的殲20 蘇27、殲11戰機群 根據視頻設想 無人機可以主動前出 利用雷達探測附近的目標 並將收集到的目標信息 通過保密的信息鏈 傳給隱蔽狀態的有人駕駛戰鬥機 使得更加難被發現 同時無人遼機也可以作為空中無副機 攜帶更多空對空導彈 執行制空作戰 或以A射B度模式 輔助有人駕駛飛機作戰 視頻最終設想 美軍有人駕駛戰鬥機和無人遼機 主要是通過視距外作戰 擊落多架的殲20 而中方幾乎是沒有還手的機會 戰區網站承認 阿倫斯航空公司的這些視頻 主要是展示他們公司 在無人遼機方面的技術進展 可能與實際的情況相去甚遠 特別是其中完全沒有中國的無人機參與 這與真實世界是截然相反 戰區的文章提到 當前中國正在非常積極地發展 高度自主的隱形飛翼無人作戰機 例如是攻擊11 而美國幾乎已經完全放棄了這個領域的努力 將它的優勢拱手讓給中國 同時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電子偵察機和預警機 這些先進的輔助機營 在干擾、撤斷無人機、指揮通訊鏈路 指揮大規模空戰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他們的缺席無疑系 並不符合未來中美大規模空戰的實際情況 事實上這個視頻並沒有展示的內容 還包括中方有人駕駛戰鬥機和無人療機的配合 眾所周知 雙座型的殲20的出現 就是專門為此而來的 在這個領域 中國同樣走在美國的前面 內地的軍事專家指出更糟糕的是 美國突發防務網站 曾經引用美國國防工業官員的說話承認 美軍第六代戰鬥機的研製費用一直高漲 導致當前設想的有人駕駛戰鬥機和無人療機的 協同作戰模式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報道提到 目前美國空軍第六代戰鬥機的成本 已經是高達3億美元 堪稱是史上最貴 遠遠超過美國空軍的承受能力 美國空軍希望以同F-35 或者是F-15EX相當的價錢 即是8千萬到1億美元來採購第六代戰鬥機 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取消為第六代戰鬥機研製的 雷達、其他的感測器和數據鏈等關鍵入務系統 轉移將它納入到在戰機附近飛行的無人療機中 但這樣做是可以削減到第六代戰鬥機的成本 但直接結果就導致無人療機的費用急劇地增加 並不滿足美軍設想的無人療機廉價性 同時這還使得有人駕駛戰鬥機更加要依賴無人療機 一旦擊落這些無人機 美軍的戰機群完成任務並安全返航的機會就會急劇減低 所以軍事分析人士普遍認為 在未來的中美大規模空戰中 真正的戰場形勢和結局 可能與阿林斯航空公司發布的視頻是截然相反的 另外看看上俄6日月貝土特產首次露面 上俄6日日務今年6月順利完成在月球背面採樣的壯舉 帶回了1935.3克的珍貴樣品 這是人類首次從月貝獲得研究樣品 上俄6日月球樣品返回的時候 月樣是封裝在特製和密封儲存的罐裡帶回地球的 目前這些土特產已經完成了解封 中國科學家還發表了 上俄6日樣品研究的第一個科學成果 相比於上俄5日樣品 上俄6日月貝樣品的顏色略淺 密度更細 火粒來源更複雜 專家說上俄6日月樣樣品中有很多白色物質 包括月樣內的長石礦物 明顯比上俄5日多 另外玻璃碎片也多得多 因此整體看起來比上俄5日的樣品顏色淺一點 另外看看中國將部署北斗4號衛星系統 近日北斗3號最後兩夥夥備衛星成功發射 在加強北斗早網服務能力的同時 科學家也開展下一代的衛星技術探索 由於大多數的衛星設計壽命是10年 目前北斗系統已經開始考慮對早網衛星進行升級部署 北斗3號衛星系統總設計師劉盈春說 這兩夥的衛星是北斗3號最後一組星 也是城前啟後除了完成常規的早網星任務以外 還會做一些技術驗證和探索 之後就會進入到北斗4號的部署 最後看看全球大瓜道橋樑一半以上是湖北製造的 湖北是長江幹流流經里程最長的省份 可以說湖北是因水而輕因江而盛的 如今延面著湖北1061公里的長江岸線上 聳立著已建成的38座長江大橋 央視新聞報導從空中鳥陷長江武漢段 已有11座長江大橋跨越天纤 長江武漢段已成為湖北造橋團隊自主創新技術突破的試驗場 從這裡出發他們在30多個國家設計建造近200座的大橋 全部大跨道橋樑一半以上都是湖北製造的 這兩天湖北的第12座長江大橋 雙樓長江大橋已是開始上部結構施工 南北兩岸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建設者 為它日以繼夜地工作 這座長江上最闊的圓塑橋將在明年實現貫通 南北兩岸1.5小時的行車距離將縮短為5分鐘 天潛再次化為通道 它亦是長江湖北段的第40座長江大橋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如果有關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